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月形的青色风刃争先恐后的从旗街上窜出 呼呼的冲向了韩力 这些风刃的速度太快了 刚才还在陆石雄那边 可眨眼间就已经到了韩力的这头 真不愧是风系法术啊 攻击的速度比其他属性的法术快了一半还要多 要不是事先做好了防护的准备 韩力恐怕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就已经被这些风刃斩成了十来截啊 韩力心里正在吃惊之时 风刃和最外层的金刚环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青色和黄色的光芒闪耀个不停 还发出了呼呼的七切声 等光芒全都消失的时候 原本光滑无比的钢环外壁上 多了十几道纵横交错的持许长的钩槽 整个法器已经显得是祸祸烂烂 不过呀 幸亏此法器在被攻击的时候是不停转动的 还没有让这些锋刃攻击到同一个部位 否则早已破坏而入了 这种结果啊 韩力和陆师兄都感到了意外啊 韩力是觉得 这钢环法器原本用途虽然并不是专门防御的 但它呢 可是货真价实的上品法器啊 质地材料那是乌话可说呀 可真没想到 只是区区的锋刃就能把它切割得七零八落 几乎就要彻底的毁掉了 这不禁让它忧心重重 不知能否接下对方后续的攻势 陆师兄则更为恶然 这青椒旗在顶级法器中可是大大的有名啊 是它为了配合自身的灵根属性 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 付出了多少代价才弄到手的 这个法器 不但能毫不费力地顺发出 锋刃术等简单的法术 而且啊 因为吸纳了一定的灵气 让所有从旗上发出的封属性攻击 都是经过增幅过的 所以刚才的那些锋刃 看起来只是最简单的 初级下节法术 可实际上啊 它们每一枚的威力 都足可以和中级的法术相媲美了 就是说 刚才的攻击啊 咱们看着看似简单 可实际上啊 是一下子集中了 十几个中阶法术的狂轰乱炸 可就是这样 竟然连最外层的那个锯环 也未曾攻破呀 这让陆师兄 怎能不心中凛然 对韩力更加的害怕起来 韩力和陆师兄 虽然都感到了对方的棘手 和双方下面的举动 可大不一样的呀 韩力 因为还在设法驱动福宝 不愿半途而废 所以明知道 对方下面的进攻 肯定会凌厉无比 但也只有硬着头皮 撑下去 而陆师兄啊 更是心思过人 一件韩力 从刚才摆开的防御架势 到如今的攻击结束 整个人一直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就知道对方一定在准备杀手剪了 不是施展某个高阶的法术攻击 就是在驱使一个厉害的法器 因此他毫不迟疑 再次把灵气啊 狂注入到了手中的大旗 把旗间冲着韩力一阵猛点 向对面击射出一连串的青色锋刃流 这次的锋刃体呢 体型比较小 但是正在持续不断 连绵不绝 形成了一股长长的青色激流 气势惊人的奔远过去 让青光和韩光再次产生了激烈的撞击 这一次啊 韩力生前的钢环 只维持了短短的片刻时间 就忽然发出一声沉闷的轰鸣声 狂光打散 那件上品的金刚环 终于寿终正寝 被密密麻麻的锋刃给积得粉碎 没有了阻碍的锋刃激流 毫不客气的长驱直入 却被早已等待多时的 另一件顶级法器 玄铁盾给挡住了去路 接着又爆发了 无光和清光的再次对撞 玄铁盾 可和那钢环法器大不一样 首先 两者的品鉴差了一级 这盾牌可是和青椒旗同一等级的顶级法器 在修仙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拥有的 是很罕见之物 而钢环却只是上品法器 虽不能说是什么大陆货色吧 人人都有 但是稍微有点身价的修仙者 还是有机会 只有那么一两件的 因此呢 只是略微稀少一些罢了 其次啊 这铁盾 虽然没有一丝的攻击力 但却是专门的防御法器 其防御力 可不是刚环那样 莫棱两可的四不像可比的 不但肩厚结实 而且盾面上还服用几种专门的防御法术 让其防御性威力大增 所以啊 看似疯狂至极的 数十以上百锋刃组成的攻击流 却被飘在韩力面前的铁盾 给毫不费力的截了下来 就如同毅力在击流中的岩石一样 散发着黑色的冰冷乌光 纹丝不动 一副绰绰有余的样子 陆师兄见此心里大怒啊 但表面上却只是冷横一声 他把双手一抖 其尖处的封印不再往外冒了 但握住棋杆的双手 却凸白光大帽 让其体内的灵力 如同泄了口的洪水一样 争兴苦厚的涌入进了棋杆之内 这青椒棋 得了如此庞大的灵力做后盾之后 其面上的青光更加耀脸了 如同在黑夜里升起了一只青色的太阳 让人不敢直视 而陆师兄呢 因为法力损失太大 脸色极为苍白 他一脸的狠辣神色 看样子 他深知夜长梦多 准备出绝招一命了 随着陆师兄的一声低吼 他双手一用力 把青椒棋呼的一下子 抛向了半空中 然后手指飞快的弯转掐角 接下来用手指一点旗子大吠声 画胶 只见青椒棋光芒四射 清光盈盈 这一瞬间呢 竟成为了一只 十几来丈长的青色巨胶 栩栩如生 张牙舞爪 和旗面上绣的那支是一模一样 去 陆师兄一点犹豫都没有 手指一挥 那青椒立即是张开锯口 恶狠狠的向韩力正面呼来 就听当的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那胶手一头扎上了那悬铁盾上 清光和黑光光焰同时大炸 似乎一时间是旗鼓相当 但是啊 没过多久 盾牌上的黑光迅速的变弱下去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黯然无光 眼看此盾就要落个和前剑法器一样的下场的时候 却从其后面传了一声清冷的声音 收 铁盾随着此声马上变小起来 并飞快的后退 这样一来啊 青椒气焰大肠 尾随其后猛追啊 大有要把韩力和此盾一口全吞下去的意思 可就在此时 原本盘膝而坐的韩力身上 突然飞起了一道树丈长的灰蒙蒙光滑 呈巨剑形状 竟毫不示弱的一剑抵住了交手互相纠缠起来 半空中 一会儿清光压住了灰蒙 一会儿灰蒙又克制住了清光 一时半刻之间不分上下 而铁盾则恢复成了巴掌大小的圆形后 落入到了韩力的手中 被他反手间收进了锄袋 这个时候 他全身的法力都要用来指挥福宝进行攻击 再无余力吹出此盾牌了 这一回福宝所画的灰蒙 明显比上回击杀黄一人时不可同人而语 光从他所画的剑光中就可以看出来 威力起码大了三四倍还要多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要知道这个福宝在那个金光上人的手里的时候 只能化为持许长的灰蒙 等到了韩力手中练习趋务术的时候 这福宝则成了树齿长的光芒 但当韩力功力深入击杀黄一人的时候 被驱动的福宝又一度变为了战许长的模样 到了如今 韩力的法力已经有了十一层 再驱动此福宝的时候 则不但长度大变 有两三丈之长 而且就连形态也隐隐呈现出了巨剑形状 光芒药木精芒流动 变得气势惊人 让人侧目而逝 若非如此 这福宝还真不一定能抵挡得了青椒旗所化成的那恶椒的猛功啊 由此可见 福宝的威力啊 不但取决于封印在其内的法宝威力如何 而且还和修仙者的法力精深程度大有关系 越是那高深之人 越是能把福宝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真不知道 当自己注击成功之后 再驱使这福宝的时候 此福宝又会呈现出什么形态 韩力在指挥 灰光与青椒缠斗之时 不知为何 竟会分神的突发奇想 韩力和陆师兄法力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剑幅和青椒旗上 所有身心都用在操纵他们互相争斗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和疏忽 可这样一来啊 他们同样也没有多余的心力和法力 另施展其他手段来克敌至上的 他们很清楚 只要有一封稍微一大意 就会立刻饱毁人亡 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 于是 在青椒和巨剑的互相呼应之下 韩力和陆师兄的争斗 竟然演变成了一场 看谁法力最先耗尽的持久战 等到二人意识到 残余法力的多少 才是此次争斗的关键的时候 都不约而同了 采用了增加自己灵力的方法 分别掏出了一块零食 握在了个子的手中 以补充自身的灵力流失 只不过陆师兄的是一块 第一阶风属性灵石 而韩力的则是一块 中阶土属性灵石 这个发现 让韩力对面的陆师兄 脸色很难看 惊怒异常啊 像韩力这样的练气器弟子啊 竟然会拥有只有门内 筑机器以上修仙者 才能弄到手的中阶灵石 这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因为谁都知道 中阶灵石可以比这个 低阶灵石补充灵力快得多 这样一来呢 在补充灵力上 他可是吃了大亏了 不过陆师兄转念一想 他法力原本就比对方深厚得多 即使对方的灵石补充灵力快了一点 那也坚持不了太久 毕竟啊 这一点点的法力补充 和时时刻刻的法力损耗比起来 实在是还微不足道 想到这里 陆师兄再次冷静了下来 重新凝定了心神 可是当韩力下一个动作 出现在眼中的时候 陆师兄脸色再次变了起来 带有一丝丝的 恶然和难以置信之色 韩力竟当着陆师兄的面 把身上的蓝色护照给自动撤除了 把真神光明正大的显露在了陆师兄的眼前 陆师兄即使再是聪颖过人 也被对方的举动给弄得心中一阵的糊涂 不知道这韩力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 湖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难道他就不怕自己一记锋刃过去 就轻易的取下他的性命吗 陆师兄的心思在脑海中转了几转 没有迟疑多久 果断的伸出左手往虚枯中一笔 一道淡淡的青色锋刃就要成型了 可是还没等陆师兄把此锋刃彻底凝聚出 并甩向对面 空中的那只和青椒死缠在一起的巨界 忽然光芒大震 惊趁他分心使用锋刃之计 猛然甩开了青椒直奔陆师兄本人飞手而来 这一下子 陆师兄心里一惊啊 给吓得不轻 如果他坚持要把锋刃成型并甩射出去 也许此举可以取了汉里的性命 可同样啊 在巨剑的斩击之下 那他肯定也是性命不保 双方最后的结果肯定是通归于尽 虽然在身前还有一道锋墙始终没有消散 可这巨剑既然能和青椒旗所化的青椒相抗衡 那这巨风绝对被巨剑轻轻一戳 就会轻易的被击破 肯定拦不住其分毫时间 这样的结果可绝对不是陆师兄想要的 他还有远大的前程 美好的未来 绝不愿在这个荒山荒岭的和一位人具体来历都不知道的家伙共葬此地 想到这里 他不急多想急忙左手一抖把锋刃给撤掉 再把全身法力猛的往礁旗上狂输 把青椒往回一招 那青椒真不愧为风属性法器所化的行魂啊 竟然在陆师兄的全力催动之下 后发先制 在半路上就截住了寒丽的巨剑 再一次争斗起来 前到这个景象 陆师兄大松了一口气 出了一身的冷汗啊 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陆师兄几次另行施法前要偷袭寒丽 可是每次都被寒丽用同样的手法硬生生的给逼退了回去 还是拿没有护照的寒丽没有丝毫办法 这让陆师兄是冤屈无比啊 只好自持法力身后和对方一点点的消耗下去吧 而这个时候的寒丽呢 却开始从储物袋里掏出了一根根形状各异的小草 镜块之类的东西 往嘴里边不停的塞去 并大口的咀嚼了起来 让陆师兄看得是目瞪口呆 不知道对方又在搞什么鬼 这种猜不出对手意图而一头雾水的情形 让陆师兄大感不妙 有了一份不好的预感 但太过爱惜小命的他 即使心计在远超常人 一时之间的却是无计可施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陆师兄的心慢慢的更加沉重了 当最后青椒身上的青光逐渐淡去的时候 巨剑的灰芒仍然是耀眼如初 陆师兄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惊恐 声嘶力竭的大喊起来 不可能 明明我的法力远超于你 即使有中介灵石进行补充 你也不可能到现在还有余力 应该比我更早耗尽法力才对 眼看着青椒是摇摇欲坠 陆师兄的大喊 就像掉进了陷阱里的疯狗 进行最后的狂吠 充满了不甘 韩丽呢 见自己的图谋 一点一点的实现 不禁展颜一笑 可听了对方的话之后呢 嘴角微微一撇 微笑 又变成了冷笑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人修仙传》第七十六回 《怀人修仙传》第七十六回